您正在收听的是费柴大叔讲故事 精彩继续 第109集 林凡蹲在费文浩的面前 我对你印象很深 上次你不止插队还动手打了人 本来那天我就想教训你的 只不过被你打的人宽宏大量 不和你计较 我也懒得和你计较 费文浩的身体任凭怎么疼 头脑始终都是清醒的 这是林凡银针的作用 林凡自然也不想让他这么轻松地昏迷过去 杀不了你还不能折磨你啊 林凡是心善 但是得对人 这种人简直就是人渣 不给点教训不会长记性的 我记住你了 林医生 费文浩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林凡一巴掌直接打过去 我觉得你没有组织好语言 我重新给你一次机会 老子要杀了你 费文浩在地上拼命地喊叫 双腿已经站不起来了 只能喊叫呀 林凡连续打了好几巴掌 费文浩的嘴角处都已经溢出了血丝了 一张嘴 一颗牙齿直接掉下来 说话都漏风了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有本事你又杀了我 林凡不急不躁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呢 你还罪不至死 费文浩被林凡折磨得面带哭呛 林医生 我爸都快死了 你还这么折磨我 你们医生到底有没有良心呢 林凡笑了 哼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我没有良心 我看你好像还是不服啊 所以我决定再让你掌掌教训 林凡刚要抬起手掌的时候 费文浩双眼直接就直了 别打了别打了 我已经服了 我爸死的活该 我爸该死啊 别打我了 看热闹的人直接瞪大了双眼啊 没想到这场闹剧 以费文浩彻底服软解决了 不少人对林凡竖起了大拇指 林医生的手段高明啊 有勇有谋 无愧是林医生啊 就在众人都以为 这件事情就即将解决的时候 耳熟的声音再次响起 啪 你个不孝子 什么叫你爸死的活该啊 林凡双眼就这么看着费文浩 方梦瑶站在那里都愣住了 这人都已经服软了 也没有必要继续再打了吧 他不解地看着林凡 费文浩虽然可恨 但是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呢 林医生 这个没必要了吧 要不把病人抬到病房救治 林凡说道 放心吧 他现在还死不了 我不让他死 他就不会死 我靠 费文浩都快疯了 现在怎么看林凡 林凡都是一个疯子 比他还要疯的疯子呀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我爸到底该不该死啊 你连你爸该不该死都不知道 这几巴掌是替你爸打的 费文浩直接大声哭出来 这个哭声真是闻者伤心 听者落泪呀 你到底又怎么样啊 我都被你打成这样了 你还不放过我 一个大男人 被一大群人围观着在那里哭 这个场面怎么看 怎么让人忍不住想笑 费文浩整个人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脸已经肿了整整一圈 就算是熟悉的人 也已经认不出他来了 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 林凡双眼盯着费文浩 费文浩带着哭呛 我错在了 不应该对付你 别动手 你告诉我错在哪了 我保证改 我回去就改 费文浩完全没有了最初的气势 现在他只想逃离林凡的魔爪 至于看伤的医药费 他连想都不敢想 这哪是医生啊 这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啊 他却不知道的是 在古时候 医生能够医人 同样也能够杀人 生死只是在医者的一念之间呢 林凡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当初你好好排队 我也会为你爸看病的 我是一个医生 给病人看病 那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应当应分 你自己做出了什么呢 驱赶我的病人 随意插队 甚至还动手打人 现在你爸病重 又来方主任这里闹 你说你该不该打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啊 原来是这样 难怪林医生 一直问费文浩他错在了哪儿 现在看来 这个费文浩完全就是该打 大家都是病人 你凭什么就比别人高贵啊 费文浩看到林凡这张脸 就感到恐惧 他拼命地点头 你说得对 我错了 我回去这就改 我会跟方医生道歉的 费文浩已经被林凡折磨得惨不真堵了 也不管他是不是真心悔改 直接说道 行了 我放过你了 你以后要小心一点 如果再敢随意闹事让我知道了 我也不会饶了你 费文浩听到这句话 精神终于放松下来 这精神一放松 身体疼痛瞬间就袭来 快来人哪 快来救我 啊 好疼啊 几个护士将费文浩直接抬到了病床上面去治疗了 不愧是林医生啊 这番话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林医生 不只是医术高 人品也好 林凡对着病人点了点头 各位过奖了 我虽然只是一个医生 但是也不允许有人对我们医德的玷污 如果以后有人和费文浩这样 不管是什么病我都不会看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哭着跪到了林凡面前 林医生 我是文浩的妈妈 文浩不懂事 我也管不了他 你打得对 这个小子从小就不听话 你打他是替我教训了他 我只求你能不能救救文浩他爸呀 方梦瑶和林凡站的距离很近 见到女人跪着 连忙跑过来 阿姨 您站起来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女人哭着摇头 方医生 文浩给你添麻烦了 我和他说过不让他来医院闹事 他就是不听 都怪我 从小没教育好 方梦瑶摇了摇头 继续扶着女人 阿姨 我没事 不说这个了啊 您先站起来 有什么事情咱们慢慢说 任凭方梦瑶怎么拉这个女人 她都是跪在地上 方梦瑶的目光朝着林凡看去 林凡无奈 来到女人面前 您先起来吧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这么大岁数的人 跪在这里 终究不妥厌 我不 不勤 林凡的手 拖着女人的时候 她感觉到一股大力 直接袭来 不管她怎么跪 都不能再跪下去了 身子慢慢地就被拖了起来 最后整个人都站起来了 女人原本浑浊的双眼 闪着一丝亮光 原来病人之间的传闻是对的呀 眼前这个林医生 绝对不是一般的医生啊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点个订阅关注 也请在专辑页面 给个五星好评 我需要你们支持我 谢谢你们